第一次首先跟大家分享如何建立自信这个课题 因为我觉得建立自信是最可以改善精神健康的方法 经常都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 什么是缺乏自信呢? 我给他的定义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去拥有你想得到的事物 我们要做什么去拉近与良者之间的距离呢? 我首先不讲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大家第一个反应 觉得大部分人想增加自信心的时候是会尝试去做什么呢? 你觉得他会尝试去做什么呢? 去追求外在成就 没错 大部分人都会去追求外在的成就 例如他们觉得不知道可以升职、家人、新的男女朋友、结婚等等的外在成就 就会令到自己的自信心提升 但往往当你真的达到这些外在成就之后 你可能自信心只会短暂地提升 当有新的难题再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觉其实自己的信心好像跟之前也是差不多 所以很明显外在成就其实是不可以帮你增加自信 我当年精神情绪出现问题 其中一个最大的根源是因为没有自信 还有就是追求自己逼得太紧了 那时候我搬到一个全新的城市 就是一个家人一个朋友都没有的城市去读一个计划指教 当我计划指教的时候我就不是读计划指教 但我的同学呢 就是这个教育中的教育中的教育 他们大部分本身都已经读计划指教 意味着我在短短一年这个教育中的时间里面呢 我只要追求别人学了四年以上的知识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是没什么自信了 现在还要知道我的喜剖是被别人买的 那就更加没有自信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把生活各方面都处理得妥妥当当 我应该就会增加到自信 不会再觉得这么自卑 但是我有这么大的缺点 他就拿到好成绩了 其实呢又衍生出另一个的矛盾位 那因为呢 我有很多学术上的问题 也都不可以靠自己的读词去理解或者解决 所以我就经常抓住教授 抓住同学去提问 但是每一次都是别人教我 我也是在极小的情况下才可以教到别人 当时一个很无私的人路同学 我经常问他东西 他都很耐心地回答我 我真的可能每次都问他 起码一个小时以上 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显露过有任何的不耐烦 但其实我的自信心呢 就更加低 因为我帮不上他 而且还觉得自己是他的妇女 不是任何的 因为真的很想到好的成绩 最后呢 很神奇地 我竟然是在整个master's program里面 以这个累积GPA最高分不业 达到了这个外在的成就之后 其实我是不是很开心 也都没有提升到自信 相反呢 我又有更加多是自责 我就会在想 是否因为其他同学 是很无私地教我 花了很多时间去解答我的问题 会不会是这样令到他们 少于自己可以温习的时间 所以我才会变成全班最高分 认为其中一个教授 刚好也是香港人 他一直都对我特别关照 到这个课程的尾声的时候 我就跟教授说 我想回香港看看 等身心都休息一下 那时我的心情是十五十六 我甚至乎是觉得 可能我会留在美国的机会 是比我带回香港定居 那我最后又回香港定居呢 这个又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那第二天有机会再说 那教授就跟我说 你不要回香港 你在美国的前途那么好 他说你想入哪家Big Four 你想入哪家Big Four 都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关注我们的Alumni 就可以帮你安排工作 同样地得到教授的赏识 这个外在成就 亦都没有很真正明显地 帮我增加了我的自信 相反的 我就觉得 老师帮了我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好成绩 是真的非常之应该 并没有什么特别禍任之处 上我说的这些东西 就是当时我的精神很衰弱 有个内心的一些脾肠 是浪漆的脾肠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的压力 其实真的来自四方八面 因为是第一次真真正正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记得微小时是连我要一个邮票去寄信 但我家里没有邮票 那我就要駕駛15-20分钟出去买邮票 然后写完信 搞定好些东西之后 又要再排长龙去寄信 寄完信之后 回家又要15-20分钟的时间 想想想 其实这些时间加起来 每个锁碎事 都是要有不太短的时间处理 那你的生活的选择 其实也很猛 我又有兼职去帮电视台写新闻稿 而且因为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又要煮饭 做家务 再加上其他那些年轻的东西 其实都已经是佔了很多时间了 所以我每做一件事都很大压力 因为我怕自己如果是不够做得快手 我就会没有时间去温习 因为始终拿到好的成绩 都是我最终的终极目标 我以为是这样做得好 拿到成绩好 我就会没有那么自卑 实际上我这样逼自己 是迫到很多时候 是频临这个即神崩溃的边缘 我记得那时候是去超级市场买菜 已经是我最大的娱乐 在买菜期间 我才能感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 可能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当你终于都达成不到 你这个梦寐以求的外在成就之后 但是你对自己的感觉和未达成之前 都是差不多 甚至乎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外在成绩 就是不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呢 我以下说的这几个东西 可能是有点难明白的 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和因素 是不可以创造出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只有我们的自身思想 就算你达到多少外在的成就也好 只要你不断仍然偷跟自己的 哎我真是好打好不赖 我们的自信真是不会提升的 假设到最后真的被你升到职了 你都只是会觉得 你能复杂到其他人 你对他们误以为你有能力的升职 又或者你觉得别人是同情你 又或者是别无他选的情况之下才升职 你仍然是会保留你那些最根源的 insecurities 那些不安感 你不会因为这些额外因素 这些外在成就 也就突然间永久的 令到你那些不安感消失 当你对某一些信念有很深的坚持的时候 外在的因素其实是很难动摇到你的想法的 而没有自信是什么 没有自信其实正正就是你 深信自己不够好 深信自己没有能力 对于建立自信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都把次序调转了 我们经常都误以为 建立自信是由外到内的 事实其实恰恰相反 你一定要首先相信自己有能力 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一些新的外在成就 在建立自信的初期 我们可以首先列出过往 我们有些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克服到 有些什么的事情 需要用毛笔的硬力 勇气坚持 而你最后也是完成到的 可以提醒一下自己 去运用了一些 什么自身的性格和条件去克服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建设的工作 而不是靠外在成就 不过回顾过往成就 只是第一步 它最终 其实也是不可以 真真正正的 帮你建立自信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去重新建构你的思想 去提醒自己 你自己本身是有什么条件和能力 去克服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方法仍然需要依靠理据 如果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外来的理据 其实是没有办法可以建立自信 再者 难道那些资金都没有什么大成熟的东西 它就不可以建立自信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再进一步去想 自信心实际上是什么呢 而是你真心相信自己已经具备要达成某一件事 所需要的条件和能力 那当然你在最初的时候 你未必会拥有要去达成某一件事的所有知识技巧 那当然就是没有这个经验 相信的东西也是需要透过不断学习和时间去得到的 但是重点是你深信自己有能力 在将来透过自己本身的条件 不断学习和磨练 从而达成这些高难度的目标 自信心就是靠这些自身的想法去重组出来 那我以上所说的所有东西 都是源自你自身的思想 并不可以透过外在的人或者是 用任何的成就去得到的 所以自信心一定是要有内到外的 例如我上开一个YouTube频道 但是我在制作影片方面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也没有一些技巧 但是我就有信心可以一直去学习 改善制作影片的技巧和内容 当你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在将来去完成一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 一样就是你对自己的自信心 迈向你理想生活的第一步 就是要建立能力 去相信你自己是可以拥有一种生活 本句话说就是要建立自信 那我鼓励大家 你今天就好去回忆一下过去 但是有些什么是你觉得很有挑战性 而你最后又成功地克服到 你很深入地去想 另一件事慢慢地融入体内 以后第二天起床再感受一下 有些很微妙很小的变化呢 自信心其实都是一样每一天每一天去累積回来 改变自己最深处最根源相信的那些信念 抛走你很深信自己是比别人差 或者是没有能力的这些信念 对于我这种天生比较悲观 又喜欢转牛角线的人 我透过不断去训练自己的脑 我是真的 现在的自信心是提升了一点 而且在思绪上也是越来越远向正面 今天就分享着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有什么想起来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继续就可以了